广东人是这样吃火锅的 一碗清不凉的料台 在干货店就可以配 再来一把鲍鱼壳 鲍鱼壳在中药里叫石绝铭 对眼镜对肝都是好的 来点白萝卜它清润不热气 盖上锅盖煮开就可以了 趁这个功夫 少个广东辣味的蘸料 只是一根小米辣 一个人三四段就可以了 剪到中间段的时候 就已经很辣了 因为中间种子多 剩下的半段 下一段还可以接着用 喜欢吃这个盐碎 也棒一点 最后倒点生抽就可以了 生抽尽量选择低纳的 锅底煮开 开始涮这个牛肉 涮个几秒变色就可以吃 吃起来很有牛味 而且鲜甜鲜甜的 鲍鱼肉和牛肉丸子 必不可少 相信我 这个汤底吃起来 真的继继继继继抱歉 蔬菜就会烫一些香菜 豌豆苗之类的 涮菜吃完再喝一碗汤 汤很鲜 里面的萝卜一点苦涩味都没有 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